现在位于台北市闻山区 现在是早上九点多 也是一天之中交通最繁忙的时候 根据欧梦研究表示 在白天开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用路人发现 能降低3.5%的交通事故伤亡率及15%的车辆对撞率 所以欧洲在2011年规定驾驶人白天开车灯 其实台湾早在2017年也订定这项规定 但实际开灯的车子却没几辆 觉得白天是没需要没必要开 还是要开得比较好 因为在欧洲他们那边其实德国什么很早就已经在实行 交通部为了降低事故发生率 106年针对新款机车 107年锁定新款小型车 108年只要是新出场的大型车 都会全面标配月星灯 提醒用户人视线的良好 日行的摩托车一般比较少的人 大家加装 有一辆汽车要右转弯 他没有办法快速的去辨识 右后方有没有车辆可以上来 可能会造成这种右转弯车辆 跟后方的执行车发生差状 提高自己在道路上面被别人发现的几率 这是很重要的 在2017年 也就是我们刚启动周旗针的这一年 台湾全年在30天内死亡的车祸案件里面 的人数大概是2697人 那这也是从2008年开始 一直到今年今年2021的 其实它是最低的一年 数据显示白天开日行灯 可以降低车祸死亡人数 但从马路上车流的画面来看 台湾开车组的安全观念 离欧洲还有好一段路要走 记者苏云杰 庄云轩采访报道